热点时评 关于未来的无题 作者 李承鹏 播讲 夏秋年 本文选自 文学城 李承鹏博客 下面是这篇评论的正文 事情才过三天 朋友圈已看不到什么人议论 也许鱼的记忆过了七秒 或者高科技又出手 但我想还是说说吧 按说 从小喝着毒牛奶 打着假疫苗长大 背着高房贷 喝着混装油 被迫延迟退休的中国人 已经被垂散了所有梦想 但韭菜们一直认为会实现最后一个念想 火化后住进属于自己的盒子 史称韭菜盒子 最近的新闻表明 别吹牛逼 你以为能住进韭菜盒子 其实你会被装进假牙套子 这是为酒一生的中国人在结尾处天上战功标饼的一笔 病医馆 医学院 生物公司把四千多具送来火化的遗体肢解 加工成同种一体股材料 卖给了医疗医美行业 耗材一生 实至名归 电影《周楚除三害理》 尊者劝信徒断舍离 把随身金银财宝扔进火化炉里 但炉子另有机关 尊者从炉子另一头截获了大量财富 当时深觉惊悚 现在才知道尊者还是肤浅了 我们这儿上映的电影是 当你正对着火化炉哭喊 妈 你走好时 火化炉另一头正同步 专业 冷静地咔嚓咔嚓 肢解着你的至亲 剔除皮肉 清洗 扶罩 打包 冷除 办妥合法手续 在手术室成为素昧平生 另一个人的假牙 假鼻梁 假骨盆 这几天总有人恶意提问 骨头拿走了 肉呢 想象火腿肠里某个老表的眼睛 正跟你深情对视 这味儿真重 刚才一名在中国工作和生活过的赞比亚妇女称 中国把死人肉做成牛肉的样子 卖到了非洲 号称有图有真相 我们的政府怒斥 这完全是造谣诽谤 人们纷纷表示震惊 我对人们的震惊感到震惊 对这片土地发生任何事情 你都不要震惊 作为一个正宗中国人 最基本的素质 就是不要对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 感到震惊 你的一切属于国家 当年我们的祖辈 可以把土地上交给人民公社 现在就可以把自己的身体 上交给殡仪馆 当年叫土改 现在就叫施改 在果歌里的死魂灵里 齐齐科夫跑去农庄收购死亡农奴的空户 借此赚钱 对农庄主们刷了一通深刻的演讲 标题就是 每样的废料都是可以生利的宝贝 这部揭露俄国黑暗农奴制的小说 发表于1842年 那会儿还是大清 想不到一百多年过去了 当然 我国已成功迈进了社会主义全面小康时代和 法治时代 偷师卖师 只是个别不法分子干的坏事 中国殡仪馆 大部分属于失业边 收入上交 部分地方改制成民企或政企合作单位后 仍隶属于民政局管辖 参与肢解尸体的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是国家单位 山西奥瑞是从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脱胎而来 曾以同种股植入材料生产商身份出现的国药 妥妥的央企 所以 偷师卖师 不是某个殡葬从业者道德沦丧 它早就是一个有深度背景的产业体系 像山西奥瑞这样的股库 全国一共有44家 所以你细品 当你发现房间里有一只蚊子时 说明已经飞进来了一群蚊子 当一个老头发现他新装的假牙有骨子湿味时 一有千万个大爷 半夜梦见有人站床前托梦 忽然发现 山西奥瑞是获得国家认证的高新科技企业 当马斯克的高新科技企业发射兴建时 我们的高新科技企业在偷失 当兴建团队研究残片已降低发射成本时 我们在琢磨怎么肢解碎骨才最划算 当马斯克对浩瀚宇宙刨根问底时 我们在荒郊野岭刨坟 前些时候张维为资至大白牙侃侃而谈 中美两国科技水平差别不大 十年至十五年 中国科技特别是星空领域将远远把美国甩在身后 不得不怀疑 国师那两颗种植牙使用的同种一体骨材 来自于一位精神病患者 我刚看了一篇山情报道 走在生命科技工业前沿的胶子 继全国劳模李宝兴 全国劳模李宝兴就是这次偷师卖师的主角 如果加上山西另一位全国劳模申纪兰 联想到要凭正凭好才能上网 两个全国劳模联手浓缩了中国人一生的服侍会 生前不让说话 死后不让入侠 前段时间爆出装煤油的灌车混装食用油时 民情激愤过一阵子 很快就没了声音 这差不多是一个规律 激愤过一阵子 人们开始沉默 经过几天不应期 又被另一起新事件激发 再次沉默 再次被激发转移到另一起新事件 这个过程活向追剧 而且追的是惊悚剧 人们渐渐的就忘了烧死在国产新能源车内的那条生命 忘了广东高速路他方的惨剧 忘了洞庭湖溃坝淹死很多人 却丧事喜办 举着红旗上演胜利会师 也没多少人想得起杭州校车遇刺案 那个勇敢女性的名字 提醒一下 他叫胡有平 中国人一生要遇到多少不公 每回都有人激愤的呐喊 流些眼泪 于是无补 一哄而散 鲜血很快被风音干 反复上演 反复遗忘 终究连根子上的肠痛也就麻木了 在心理学上 这叫被搏效应 我怀疑主管部门时不时放出一些短期剧痛 是以利于长期维稳 总有人愤怒地跑来问 怎么会发生这样没有人性的事 事到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 别误会 其实我们的世道一直这样 忘掉中学历史教材吧 不要以为魏晋就是名士风流白衣飘飘 八王之乱时 和监王司马勇手下的大将张芳打仗出征 压着一万名女子随军行走 随杀随食 这一万名女子就是移动的军粮 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 唐将张荀在城池被围时 杀了自己的小妾为时给将士 史书一通夸他为保江山社稷 不惜牺牲自我 唐德宗还下旨追风 智德以来将相 功效名著之人 有没有发现 崇拜皇朝也成了周期性社会规律 最近又流行夸他绞杀了世家大族 让门阀从此不再垄断上流社会 底层苦难深重 底层也容易想多 其实皇朝两次打进长安都屠城 杀的基本是底层百姓 他围困陈州一年 几十万大军缺少军粮 干脆修建数百个巨队作为人肉作坊 饿了就把无辜乡民推进去 活生生充成肉酱 史称倒墨寨 那一年倒墨 数十万百姓在包邮区 被制成皇朝牌肉酱 苦难从不会让一个族群 变得正义勇敢 苦难只会让族群变得邪恶 并集体为这邪恶圆恍 吃的人多了 我们的老祖宗 已把各种人肉美味分出等级 还上升到理论高度 写了好几本书 比如宋代庄绰的鸡肋编 把老兽男子称为饶把火 年轻女子称为不羡羊 小孩称为祸骨烂 多生动的文字 也不要以为那是战争年代的无奈行为 中国史最大的医药代表李时珍 在《本草纲目》公然写着人肉入药 大将军十岁不打仗 也不缺粮草食 也要吃人肉 经他反复品尝 最终平定比丘尼有滋涩者 肉味最美 也就是漂亮尼姑最好吃 这都是骨子里带来的文化 现在偷点尸体算什么 自古以来 我们是把活人拿来吃的 李白杜甫是传统文化 吃人也是传统文化 鲁迅成不我妻 所以现在我看到谁谁 不管不顾猛夸传统文化 就知道这人要么傻逼 要么坏逼 而乌泱泱的帝王将相粉 守在电视机前看得津津有味 那么崇拜帝国的开疆拓土 义银自己也是那勇武的一员 全部知自己就是两脚羊 一切拜自己所想所赐 一切苦难都是自己争取来的 我为祖国献石油 我为祖国献骨头 一鸡三吃 一羊八吃 搭上火化费 骨灰盒费 墓地费 香辣纸钱费 也好 我在炉边成为你的假牙 你走在路上成为他的肾脏 彼此交换着身体 终于实现了内循环 这么想就不愤怒了 咱爹妈没死 只是轮回转世 佛祖成不我妻 差不多在委内瑞拉人民上街抗议总统舞弊时 李佩霞在上网抗议县委书记钱贵泽自己 孟加拉大学生为抗议公务员岗位分配布公而上街战斗时 我们的年轻人为了考工在与蹄库战斗 新加坡抗议一名老人轻微食物中毒被送进医院时 我们在朋友圈炫耀自己买了水果 亲自制作冰淇淋以避免含有粪店 我们抗争同一件事情时 方式总那么清奇 总有朋友问我 怎么办 我哪知道怎么办 无解 脱离苦海的唯有奇迹 最近大家总在风言风语传播些奇迹 我无所谓相信 也无所谓不信 皇朝之后还有朱温 朱崇八之后还有张献忠 扬州十日 家定三徒的重要策划人和屠杀者李成栋 本是李自成的部下 他把起义军团团围住 全部剁成肉酱 中国人勤劳勇敢善良 中国史波澜壮阔 英雄辈出 戏一看 却总跟人肉过不去 制度当然是万物之源 骨子里东西不改 也如无堕船 如果说偷师卖师这事儿 爆出来之后 对未来有什么意义 就是未来发生任何事情 你都不要惊奇 别说把死去的人 偷偷拿去做假牙假鼻梁 就是吃人也别惊奇 最后讲一个故事 我生在新疆 小时候每天跟着父亲 在积物段食堂吃饭 准军事化管理之下 吃饭是分三六九等的 手掌们吃小灶 普通人吃大锅饭 有一天 汽车班战士 打了一只很大的盘羊 说要给手掌们补补身体 可是小灶的锅 哪装得下快两百斤的家伙 小战士就把盘羊 扛到大食堂来炖 大食堂那口锅 直径足有一米五 那个香味 让天天啃着窝头 吃着高粱茶子的修路工们 直流口水 他们是刚从内地各省 新调来修铁路的农民工 人数太多 极度饥饿 桥梁段食堂挤不下 才剥掉到积物段搭火 其中有个叫小段的河北小伙 更是久久不愿离去 食堂管理员大老李 连梯带踹才把他撵走 小段个子高高 白白净净 只是神叨叨的 每顿吃饭前 总要先掰下一小块窝头 放在桌上 呵呵傻笑 嘴里不知说些什么 才开吃 我爸说 他受了爱情的刺激 不知是对象死了 还是把他甩了 总之 小段那天一直在 积物段围墙外晃来晃去 呵呵傻笑 嘴里不知念叨些什么 傍晚 天空下起了鹅毛大雪 不一会儿 房屋和地面就白了 大老李把铁锅里 家族香料 锁上门走了 他的脚印很快被大雪覆盖 第二天清早 雪已停 天位全亮 大老李匆忙跑去大食堂 给首长们准备羊汤 远圆的 觉得有点怪 一行脚印直通向大食堂的窗户 大老李骂巴咧咧跑过去 他知道 肯定是某个饿得不讲纪律的修路工 偷偷钻进去吃羊肉喝羊汤 打开门 大老李惊了 那口大铁锅冒着白气 里面躺着已被煮烂的小段 手里还抓着一把羊肉 大老李哇哇叫起来 这时赶早饭的人们也赶来了 旧路工们也赶来了 人们哇哇叫着 用铁锹和铁耙子把小段捞上来 我爸带着我在雪地里远圆看着 人群混乱而躁动 但整体运行轨迹都紧紧围绕那口大铁锅 那个气氛很诡异 我看不清他们在干啥 只听见大老李愤怒的喊着 放下 不准吃 不准吃 这他娘的有人肉 那一年我九岁 谁知道岁月流转 未来会发生什么呢 有没有一个吃情而饥饿的小段 躺在锅里 有没有一个大哭小叫的大老李 骂着放下 不准吃 这他娘的 这篇关于未来的文章 标题就叫关于未来的无题 如果说最近一系列事件 会给未来带出什么积极意义 我只能说 请保全好自己和家人 此致敬礼 李承鹏